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linear operator 它的 eigenvalues跟 eigenvectors 以及这个linear operator 它的matrix representation的 这个 eigenvalue跟 eigenvector的关系 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就是一个linear operator 它的 eigenvalues 以及它的b matrix eigenvalues 一个是linear operator的 eigenvalue 一个是矩阵的 eigenvalue 事实上它们应该是要统一组的 那么我们这边的确这个定理 告诉你它是这样子的 假设T是一个linear operator 它是一个5-mine-dimensional vector space 上面的一个linear operator 那么V我们用一个basis B来代表 然后A是它的矩阵表示法 T是TB 用B这个角度来看到的 matrix representation 那么假设V是一个 eigenvector 对应到eigenvalue lambda 那这件事的话会跟 如果V是一个T的eigenvector 换句话说 如果V是一个T的eigenvector 换句话说T有V等于lambda 那么它会等效于 它会等效于VB是矩阵A的一个eigenvector 所以会得到说AVB等于lambdaVB 我们要证明是这件事情 好那么往右边走的话 假设V已经是它的eigenvector 已经是T的eigenvector 那V不是零 V不是零像量 那么T有V呢 就等于lambdaV 这个时候呢 V的这个coordinate vector 不会是零像量 然后呢 而且A乘上VB呢 就会变成是 由前面所得到的定理 我们知道说 它就是TB乘以VB 那么TB乘以VB呢 就会是这个TV的这个 B的这个coordinate vector 那么TV就是lambdaV 所以lambda就可以提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发现说 你只要V是T的eigenvector 则它也会是A的eigenvector 它也会是eigenvector 倒过来假如你如果是 W如果是已经是A的eigenvector 那么A的eigenvector AW等于lambdaW 那么A是谁呢 A就是TB A就是TB 所以如果TB乘以W等于lambdaW的话 我们现在来定义V 让这个V呢 是这个W呢 通过这个5V inverse 也就是说 重新组合回V空间里面的那个向量 那么这时候呢 这个5V 这个 这时候呢 TofV呢 就会变成 TofV 再经过5V 就会变成TV TofV的这个 这个coordinate vector 它就变成TB 乘以VB 那它就会变成是 这个lambda乘以VB 然后呢 就会变成是 5V of lambdaV 所以这个V向量 它也会是 这个 也会是一个eigenvector 那么 lambda是对应到同样一个eigenvalue 好 所以这边呢 说明了就是 任何一个linear operator 它的eigenvalue跟eigenvector 是与它的standard matrix 不是standard matrix 它的这个 B matrix的这个eigenvector eigenvalue是共享的 那我们这边来看一个例子 这边的例子是 T是P2到P2 那我们这边的这个 linear operator 定义成P of 0 加上 定义成另外一个polynomial 那系数呢 分别是P0 3P1 以及P2 这个例子我们前面有举过 那么我们前面也算过 TB它的standard matrix呢 就会是 对不起 不是standard matrix T的这个B matrix 就会是100333跟124 分别代表的是这个131032跟这个034 好 那么 T的这个linear operator的eigenvalues 我们没有办法为T直接算 所谓的 characteristic polynomial 我们只有办法帮 A矩阵来算 这个特征多项式 那么 这个矩阵去算 特征多项式 大家都会算 算出来的结果是 是这个样子 是这个T-1的平方 乘上T-6 所以的eigenvalue就是1跟6 那么对应到1的 这一个eigenspace 它是一个重 有重根的状况 那这个有重根的状况 它的eigenspace呢 只有一个 好 只有一个dimension的 这个eigenvector 是0-32 那么所以它的eigenvector对应到就是-3x加上2x平方 另外一个对应到6的eigenvalue的这一个eigenvector呢 的eigenspace呢 是这个011所span出来的那个空间 那么011呢代表就是x加s平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这个eigentransformation它有两个eigenvector 它有两个eigenspace 那其中一个是以这个-3x加2x为代表的 那大家可以看看这个东西我把它 我把我如果假设px这一个 那我们我们去算t of px 那算出来的呢 就会是这个p0 p0的话就是0 加上p1把e代应去的话就是-3加2 所以是这个-3x 再加上p2 p2的话就是把2代应去 那就是-6加上8所以变2 所以很巧的就是说这个-3x加2x平方代表的这个东西 它就变成是 它变得跟原本的一模一样 所以这个eigenvector 如果你要直接从这个表示式里面去找 那几乎是很难找的 但是呢 今天我们把这个t这个lineartransformation 把它画为一个 把它画为一个这个矩阵表示法 那我们通过计算这个矩阵的 通过计算这个矩阵表示法 它的eigenvalue跟eigenvector 我们就可以算出我们要的这个eigenvector 那这个s加s平方也是一样 代应去 我现在用心算就可以知道说 它是6x加6x平方 这其实稍微计算一下 我们可以发现有这些事情 同学可以稍微验证一下 好 那么接下来这个例子呢 我们再度再来看这个transpose 这个例子 那么这个u呢 2乘2的这个矩阵去做transpose 这个lineartransformation 前面我们有提到 它的eigenvalue 只能是1或-1 只能是1或-1 那今天我们来稍微看一下 它的这个matrix representation 那么它的matrix representation呢 跟我选择的basis有关系 我现在假设我把basis选为1000 0100-0100-0010-0001的话 那么你可以算得出来 它的这一个matrix representation呢 就会变成这样一个矩阵 大家可以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为什么是这样 今天这边的理由呢 就是说 我把我把第一个向量 这是第一个向量 也是一个矩阵的形式 我把它带进去u 它会变成原来它自己 这是一个eigenvector 它本身是一个eigenvector 这也是一个eigenvector 那么这两个都不是 那么这个eigenvector 1000带进去这边 会变成1000 所以呢 它的u of 10000 会等于 会等于1000 1000 那么这个1000呢 是代表的是一倍的 如果写成这个basis的线性组合的话 它就会是一倍的1000 它就会被一倍的1000 加上0倍的0100 再加上0倍的0010 再加上0倍的0001 所以呢 它的 如果我去用这一个 把这一个向量 做b 的这个corordinatevector的话 它就会变成是1000 那这个也是一样 所以1000带进去之后变成1000 所以它的standard ub的这个 这个metric representation的 这一个第一个向量 就变成1000 那第二个的话是 0100变成0010 所以呢是第二个basis vector 转换完之后 会变成是第三个 所以第二个column 会变成是0010 同样第三个会到过来变0100 第四个则会 则会归职原状是0001 好 那么它的这个特征多项是 如果我们去看ub 它的特征多项是 你直接去算这个矩阵 它的特征多项是 你会得到是t-1的三次方 乘上t加1 所以的确 它的确如我们前面所证明的 它是只有1跟-1 这两个 eigenvalue 好 那我们今天呢 这部分讲的是 就是这个linear operator 它的这个matrix representation 那我们也同时 等于是把第四章的后半部 到第五章的全部 的这个 eigenvalue eigenvector 这个部分 我们把它广义化到 general的这个vector space 上面来做讨论 那很多性质 都跟之前的东西一样 只是呢 你在把这个v 这个general的vector space 在做这个处理的时候 你要把它跟rn 直接用一个fybs的方式 把它连接起来 那么很多观念呢 都会跟之前的这个 所学习的东西是一致的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就上到这边 了 都会滅 其实更是像